沙石化这些材料其实很普通 来再看看旁边的这幅作品 大家先来看看这幅作品 这幅作品呢 它有个特别之处就是 它是以门做一个化妆 两边的门和中间这个 沙石化的一个化妆 这幅作品呢 它是根据李军先生 它小时做一个生活环境 或者说它应该是 它是小时候的生活辈子 所设计出来的 所以这幅作品呢 它的名字呢 有两个名字 乖上的呢 叫做家打开门之后呢 就印证了中国的这句成语 叫做开门接山 对 那经常呢 这个沙石化啊 大家 刚刚问了大家 这个沙石化 你也看上去是非常自然的理解的 但是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这个沙石化 它和儒化其实很相似 对 但是它就有三级 有三级的那种视觉 因为李军先生 其实他本来是学油画的 他起初是学油画 他画了六级油画 但是 在他那个年代 学油画呢 油画原料呢 贵 有点贵 它负担不起 所以呢 它是在一次打工的情况下 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 它会用这个方式 人追防着 把那些有颜色的情况 去追在前面上做装饰 就是想到非常的漂亮 有感而发 他就想到 利用我们家搭建特有的 十一沙 作为材料 去创作 所以这个沙石化是从这里想过来的 因为现在在1986年代 世界上 第一湖沙石化各种就已经大圈了 到现在已经有30年的发展 这个沙石化已经有30年了 那这么多年的发展呢 李军先生在这个沙石化的这个画法上面 它又融入了中国沙石化的研究 再加上它本来就有油画的基础 所以这个沙石化在手感上面 它是中西两大画 它的结合 它有西方油画的写实 中国沙石化的写意 再加上半胡椒的立体感 但是呢在这个沙石化 它自己的一个独特的理解上面呢 它是用对象表现对象 自然来描绘这样的独特风格 使沙石化呈现出真实 就是逼真和自然的那个视觉啊 像这种自然表现自然 或者说对象表现对象就是啊 这比如说像这个河滩上的沙石 就不需要用这只细沙粉末来做 直接拿河滩上的沙石去做河滩 对象表现对象啊 所以看上去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啊